来 干吗 二鹅 你已经输了 我没输 我不服 什么服服 输了就输了 再往下比 命就没了 戏兵 是我输了 顺恶 刀断是意外 在祖书爷面前 我不能说假话 我们是比武 不是赌生死 生死我赢了 比武我输了 他的武功确实高于我 我嘴上赖得掉 但心里赖不掉 大表头真是胸怀坦荡 我同哈向来不服人 今天 我算是服了你了 细兵 把太师鞭撤掉 顺恶 撤掉 拿好太师鞭 容若 他们是来找我爹比武的 我爹病了 灾然应该由我来应战 怎么样 我不跟女的比武 走 来真的 比武开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掌柜的 我来请匾了 台匾 王爷 王爷 你这是怎么了 来来来 轻点 轻点啊 慢点 慢点 这是怎么了 少东家 您怎么来了 王爷不住商会 非要来你们这儿 好好照顾吧 费用算我们商会的 您放心 王爷 比我的事您别总放在心上 您看 我这儿 带了二百两银子 是我们一点心意 您收下吧 太客气了 您真是太客气了啊 笑话 我是王爷 又不是狡猾子 拿走 王爷 这可是黎明百姓 对您的一片心意 不能不给这面子啊 我告诉你 本王爷输得起 我不收 我说 拿不拿走 不拿走 我把你这房子给你点了 王爷息怒 少东家 你这房子给你带着 王爷是真生气了 您还是拿回去吧 王爷 我心意到了 您多保重 告辞 少东家 慢走啊 萧儿 王爷这还奢着账呢 那钱应该拿着 药费怎么办 先奢着 那然后记账上 等王爷回到了京城 肯定赏你们一座院子 那我可不敢收啊 我只想着 什么时候到了京城 王爷 能让我们住两天 王府就行了 那还不是随便住 随便住的事吗 是不是 王爷 我家虽比不上紫禁城 那也搁得下你 瞧瞧 王爷多谦虚 慢点 没事吧 王爷 您是输给刘安顺了吗 刘安顺 他给我提鞋的不够呢 我是输给戴老爷子 戴老爷子还能比武吗 是戴老爷子的女儿 戴大小姐的武功可真厉害 厉害个什么 可使的是妖法 屁 我们是比武不是定生死 您想不想知道 我今天是怎么胜那个阿尔赫的 安顺这些年的刚劲儿 有了一定的火候 寻常应敌不会有什么闪失 就怕遇到同门的高敌啊 这里是太古标局 是最讲规矩的地方 你们传何体统 这道啊 会暗示主人的命运的 规矩不外乎人情 你这么做 会让大家伙儿喊心的 刘大彪头 刘大彪头 你这声嗓子 我道不起啊 老爷子 这回的比武 可是刘大彪头输了 江湖讲究一拳败万拳来 他怕是再也走不了标了吧 本来我也有些担心哪 可后来我想明白了 安顺这孩子性格直硬 性格直硬是好事 只是缺少了点韧劲儿 他能自己垂打出来的 这堂标容不得一点闪失啊 你放心好了 他 走标的事我自有安排 老朽虽然年迈 可江湖上的朋友 还是给我几分薄面的 那我谢您 老爷子 只是我还有个担心 以刘大彪头 我这么直硬的性格 要举交给他 能行吗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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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就是 先生 我的脸 你学生 我就学生了 你学生了 我把你学生了 我学生了 你輸得不丟人 挺好 這大鏢頭做不做不要緊 關鍵是咱擔得起事 那就做得起人 哦 標局大大小小的事 這麼多年都過來了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的眼光嗎 有時候 一帆風順對人來說並不是好事 他借我的班 標門的人不服 是因為他沒有 令人探服的大功勞 要是他能夠順順利利地 走好這趟標 標門的人也就不會再說什麼了 高點 高點 雖說戴姑娘把面子給證回來了 但是大鏢頭輸了 傳出去啊 人家還是會輕看咱們的 是啊 這原本就靠魏國門的媳婦 得了一個大鏢頭的位子 末了還得靠媳婦保住面子 這大鏢頭當的 太丟人了 我完沒完哪 早上鹹到吃多了 鹹著了是不是 一二六缸 鹹著了缸裡有水喝去 來 來 貼什麼貼啊 你看看嗎 看看正了沒有 瞧什麼舌頭 明早就走 對 對 不能再拖了 京城的分號已經發了兩封電報摧影 大鏢頭 我是個買賣人 不太懂你們江湖上的規矩 不過在我看來 比武的勝敗不過是個人之間的榮辱 和標局沒有任何關係 我相信你可以公私分明的 對吧 好 今晚我叫伙計們裝車 大鏢頭 一路平安 王爺 中午想吃點什麼 乾的還是西的 麵條還是米飯呢 吃什麼都行 只要是你做 我都喜歡吃 是 王爺什麼沒吃過呀 不用太複雜 四個涼的八個熱的 外加一盆湯 燒帶一壺酒就行了 我也沒跟你說 你想吃 拿錢來 拿什麼錢 我跟王爺可是一塊了 你別狗眼看人低啊 論輩分我可是皇上的舅爺 那您呀 就去找皇上吃唄 你 反了 反了 連這麼大逆不道的話 你都說得出口 國將不國 羅爾科 你別在這兒吸溜吸溜的 你說句話呀 你沒看見他剛才怎麼羞辱我的嗎 王爺 他竟敢叫你的名字 我豈敢叫他的名字 你問問他 這一路上他的花香 都花了誰的錢 是嗎 好了好了老八娘 你就別再難為他了啊 他畢竟是個皇清國戚 是不是 臣表示我們不做生意了 沒關係老八娘 八十個大餅 明天一早才要 就算了 你開到